张爱玲笔下的女人常常要在爱情之中与男人作战 张爱玲笔下的男人有风流堕落的花花公子 有归国华侨有钱的书生 还有做不了真人的雀诺的都市好男人 我是徐子东 我们今天就来讨论张爱玲作品中的这三类男性形象 我们还要讨论张爱玲笔下的另一个重要的男人 乌兰成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继续上一次讲张爱玲 不过我先跟大家讲讲这个标题 容易引起误解 徐子东不是张爱玲笔下的男人 言归正传 大家知道张爱玲主要是写女人写得好 在我看来她写女人比男人写得好 男人比较虚 女的写得非常透 用大众的分类法呢 张爱玲笔下的女人呢 一类是碰到了一个花花公子 然后跟花花公子好了 第二类是碰到了花花公子 然后把她拒绝了 第三类是把一个花花公子 改造成长期饭票 第四个是碰到一个男人 又想做花花公子又不敢 最后还要做一个虚伪的好人 等等 大概就是这几类 那你看 女主人的命运 相当程度上 决定于她在故事里 碰到什么样的男人 我们倒过来看 那么张爱玲笔下写男人 又是什么情况呢 简单地说 四加一 第一类就是我刚才讲的 花花公子 堕落风流 这是张爱玲笔下写的 比较多的 相对来说 其他现代作家写的比较少的 其实张爱玲笔下的男人的 这种第一类的形象 其中一个人物原型 就是她父亲 所以我们上次说过 张爱玲的父母亲呢 是她爱情小说 男女主人公的基本原型 第二类呢 是贵国华侨 张爱玲非常喜欢一个布局 就是让一个上海的女孩子 受传统教育的女孩子 跟一个华侨的男生 拍拖 玩这个爱情的游戏 第三类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 张爱玲会写一些男人 他们呢 不敢做真人 只能够做好人 这种男的 最典型的一个形象 就是封锁 当初忽兰城 就是看了这个小说 喜欢上了张爱玲 追到她家里去 还有第四种 就是一些变态的男人 就是比方说像 金锁记里边的儿子啦 比方说我上次讲过的 这个茉莉香片里边的 叶传青啦 等等 就这些男人啊 他是亮仔 心里有些问题 他不能属于前面的 任何一类 为什么我说四加一呢 我除了分析这四类男人以外 还有一个人物 我要特别来分析的 就是湖兰城 这是张爱玲 现实当中的一个人物 而且 他在他的小说 小团圆 最重要的小说里边 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这个人物呢 基本上是张爱玲的 前面讲的 前两类男人的一个 综合的原型 我们都知道 一句通俗的话叫 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最叫我们男人 气愤的就是 为什么 女人会爱上坏男人 这一点是叫我们男的 最气愤的一条了 这么坏 你为什么喜欢他 大家知道第一炉香 一个上海女孩子 葛威龙 读书读不下去了 去求一个姑姑 姑姑说 我可以资助你学费 但是你要在我家里 做交集化 给她 一个房间里都是衣服 衣服都是非常非常 各种各样名贵的衣服 那个女孩子开始很害怕 她说这不是长山堂子 尽了个人吗 但是后来 哎呀 衣服对女人的吸引力太大了 大家知道 中国古话说啊 男兄弟是手足 女人是衣衫 张爱玲说 男人把我们看作衣衫 女人把男人看得 还不如她的衣衫 我对这句话 是有深刻体会的 葛威龙就为了 这些衣服穿的舒服 留下来了 但是呢 很快她发现的 促进不好 所以她想找个男朋友 脱身 这个时候 她在派对上 碰到了一个 混血的 这么一个男生 叫乔琪乔 两次写她的眼睛 妙 明明是坏男人 女主人很善良 可是女孩子 怎么会被她吸引呢 我想讲小说里的 两个细节 说威龙那天 穿了一件 慈青薄绸旗袍 请记住啊 张爱玲写衣服 一定是写资料 又写颜色 她不会漏掉一样 给她那双 给那个男的 给她那双 绿眼睛一看 她觉得她的手臂 像热腾腾的 牛奶似的 从青色的湖里 倒了出来 管也管不住 整个的自己 全泼了出去 非常上层的文学 非常精致的文字 大家想想看 这个时候才知道 她这件衣服的绿色 是多么重要 因为只有衣服的绿色 才能蹭脱 她手臂的白色 从青色的湖里 手臂像牛奶一样 倒出去 说明一个什么 女孩子春心荡漾 管也管不住 这是一次 写这个浪子 吸引她 但很快 这个浪子很坦白 她说 我不能给你婚姻 也不能给你爱 我只能给你 happiness 那女的听得很伤心 抬起头来 想看她的眼睛 大家知道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爱情的时候 对着对方的眼睛看 可是 那些男生那时候 戴了个墨镜 戴了个墨镜 什么意思 眼睛看不到 不仅眼睛看不到 而且那个女孩子 看到什么 看到自己的倒影 而那个倒影 是一个缩小的倒影 这就是扎爱玲厉害的地方 她的意象 又是写实 又是象征 大家想 戴了墨镜 看过去 看到自己 这是写实啊 可以没有意思 但是它很有意思 什么 女孩子在渴望爱情 最后看到自己 苦苦哀求的一个处境 这个 这里边就写出了 第一类的这个浪当子 当然了 大家要是记得的话 这一类男主人公 叫人很难忘的是 金锁记里边的记者 对不对 大家知道 金锁记的女主人公 嫁进了一个豪门 老公是一个残疾人 可是老公的弟弟呢 是他喜欢的 等到那个 他的老公死了 这个女主人变得有钱了 他老公的弟弟就假装来 求爱 实际上是要钱 被女主人识破了 这个就是两种了 前面讲的是 女的碰到花花公子 知道你坏 我还是跟你好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我还是跟你好 第二个就是 我看到你坏了 我跟你不好 他把它拒绝 小说里一段很精彩 一个扇子丢过去 酸梅汤打翻 酸梅汤在桌上 往下滴 一滴 一滴 一年 一百年 因为女主角知道 她的生命就此完了 她这一辈子的所有幸福 就此完了 张爱玲的描写 就是你碰到了一个这样的男人 女人的两种选择 都是非常悲惨 可是即便是这样 就算那个坏男人走了 小说里写她什么 写这个女的 七巧 跌跌撞撞地跑到上面 在一个窗口上 要去看一下 最后看一眼这个男的 小说里怎么写 说记者正在弄堂里 向外走 长山搭在壁上 晴天的风 像一群白鸽子 钻进他仿仇跨腕里 哪里都钻到了 飘飘拍着翅膀 非常令人惊讶的 就是张爱玲写坏男人 可是在写坏男人的时候 花花公子的时候 写出了她小说 非常华丽的段落 第二类男人 最典型的就是范柳元 范柳元跟白刘苏的 这个爱情战争 前面九个回合 都是范柳元赢的 白刘苏每一个阶段 都被她打输掉 请她到香港来了 潜水湾住了 跳舞装作温情装了 什么断墙前面 什么地老天荒 假装也听了 后来说不服 又回上海 回了没多久 一觉又回来了 月光下 打电话 跌到镜子里 最后还是被她 按今天的说法包养了 给了个房子 做了情妇 每一环 都是男的赢了 可是就是最后 那个男的觉得 那个女的全输了 一打仗 这个男的就动真情了 按今天的一句话 你认真了 你就输了 这部小说是张爱玲 所有作品里边 最受人欢迎的小说 为什么 这是唯一的一个 happy ending 虽然作家告诉我们 他们大概只能好十年 但是已经使得 所有的张迷 觉得 这个小说的好 一般的男女爱情小说 有一个规则 就是一男一女 见面就好了 但是呢 家庭 社会 使他们不好 因此 如果我们有个公式的话 就是一男一女 加起来 去对抗 或者是金钱 或者是政治的原因 这个是 罗米欧 朱利耶 梁山波 朱英台 红楼梦 所有的故事 都是这么一个模式 清诚之恋的特点在于 没有力量反对他们 打仗的双方是什么 就是男人跟女人 就是一个男的 vs女 两个人都没有错 女的要征服一个男的 要把花花公子 改造成长期饭票 男的要什么 要把一个很有精心的 精明的伤害女人 要改造成非常淳朴的 在原始森林里才有的 这么一个 纯情少女 最后谁赢谁输 大家自己知道 如果说张爱琳金信 在爱情的战役里 没有胜负 只有伤害 那么她为何要写下一部 圆满结局的 《倾城之恋》 如果说张爱琳天生孤独 适才傲物 那么她又为何在诸多作品的自理行间 留下了湖南城的深夜 香港里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徐子东将为您揭开张爱琳作品背后的 沉迷过往 我刚才讲到封锁里边的这个男主角 这个男主角有一个细节 我特别要跟大家介绍 我特别佩服张爱琳能写 他说这个男人上车的时候 用抱纸包了几个包子 大家想象一下 一个男人买包子带回家 这就是一个小男人的形象了 上海男人老做这样的事情了 对不对 那时候还没有塑料袋 就用一个包纸把它包了 可是呢 妙在什么地方 因为包纸包了包子以后呢 报纸上的字印到了包子上面 大家明白 印上去了 因此呢 对面的人来看新闻啊 是不是看报纸 而是看它包纸上印的这个 油墨的字 这个太精彩了 大家知道文字符号 印刷工业 跟食品的这一种戏剧性的结合 来显示一个 居家好男人 可这个好男人呢 在车子被封掉 封闭的时候 很短的一个空间 他做真人了 他跟旁边一个不相识的女性 透露了他婚姻的不开心 透露了他人生的困惑 透露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迷茫 所以在短短的封闭的 车子的车厢里的 很短的时间 两个人快要结婚乱嫁了 突然车子开动了 封锁解除了 小说怎么写 这个男的 跟弹簧一样地 跳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好像跟这个女的不认识一样 就回到了他日常生活的位置 大家想想 湖南城为什么通过这篇小说 看了两遍就迷上了张爱玲 这个小说到底好在哪里 我们在座的男的想想 我们是不是也是一个 拿着报纸 包着包纸 偶然机会跟女学生 神游一下 然后蹦回自己的位置里 安分守己地 做一个好男人呢 这么一个好男人形象 写得最好的 of course 就是红玫瑰 白玫瑰 有很多细节是非常精彩的 比方说 男的握住了王娇蕊的手 大家知道陈冲演的嘛 握了手以后 那个女的因为刚洗完澡 手上有肥皂泡 就沾到了男的手臂 这个男的 这个好男人啊 不舍得擦掉这个肥皂泡 任由肥皂泡沫 吸引他的手指 当然这个男人 最后他是 不敢跟一个喜欢的女的在一起 就娶了另外一个女的 小说里最关键的一段是 他在电车上 重新碰到了原来的那个女的 他说你好不好啊 那女的我说蛮好 那你好不好啊 那个男的正想用简单的话 来形容自己的幸福生活 这个时候他看到车子里边 有一个反射镜 我估计就是司机旁边的 那个反射镜 他在看到反射镜里边 看到自己的脸 然后这个脸啊在抖动 是写实的 为什么抖动啊 有车子在震动嘛 我的脸是在抖动嘛 突然发现这个抖动的脸啊 好像有人在你的脸上按摩 然后他就看到眼泪从里面下来 请大家知道 他是自己丢眼泪 可是他自己掉眼泪 他不是描写自己掉眼泪 他描写他从镜子里看到 还以为是不知道 接下来那段话就说 在这种场合如果要有人哭 那也应该是女的 怎么我会掉眼泪 他当然就此知道 他失去了他的真爱 写这篇小说的时候呢 张爱玲自己碰到了一个男人 这个人不是上海人 但是浙江人 在撰写传世佳作 《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同时 张爱玲究竟如何邂逅了 让他一生错爱的风流才子 胡兰诚 在两位民国时代作家的 爱情战争中 原本孤傲的张爱玲 为何留下了 从尘埃中开出花来 这样的文坛觉察 香港里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徐子冬将为您揭开 张爱玲作品背后的 成年过往 南城市的才子 当时呢 这个人经历很复杂 他才一度相信马克思主义 然后呢 又帮汪精卫他们写社论 做了汪精卫 那个汉奸政府的 那个宣传部的次长 但有一度呢 又被日本人关起来 总之是一个 是一个政治上比较面目 比较不大好的一个才子 他离婚了 在那里跟他结婚了 结婚没多久呢 他就出差去武汉了 爱上了一个17岁的小护士 叫小周 又结婚了 他每次就是写个婚约 不办什么婚礼的 我刚才讲的都根据他的今生今世 不是张爱玲说的 都是忽兰征自己说的 我基本上总结了一下 他对于女人 他的一路的成功的经验 基本上他是四个方法 我简称叫胡适招 在座男生看看有没有办法学 第一招呢 一上来就要说好话 说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灵水造花人 说这个小周是像沙滩上的一个脚印 踩一踩出去都是水 第一要说好话 第二 马上说结婚 很多女的吃这一套 因为很多女的呢 报了一个宗旨 不结婚的男生就是流氓 所以呢 你一马上来就讲结婚 女的会对你很有信任感 当然了 事后他们发现 他讲的结婚 跟你们的概念不同 第三呢 要花女人钱 一讲结婚 再花女人钱 女的呢 一个个都觉得我在 我在一个未来的状元 考试的路上资助她 所以呢 就很有母爱心 第四呢 叫一切坦白 把之前的恋爱故事 全部讲给这个女的听 这个时候 女的会有个满足感 她经历这么多女的 我是最好的 对不对 我是胜利者 她前面也都不隐瞒 都告诉我 不是俗话说吗 男的都想做第一个 女的都想做最后一个吗 对不对 好了 讲给你听冒险 就是最后一个 本来呢 张爱玲这些事情呢 她是不讲 就忽兰城一个人自己在催 有一年呢 忽兰城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呢 她说她要写传记了 香港就有人通知张爱玲 张爱玲一听急了 一听她要写传记了 张爱玲就写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小团圆 我们刚才讲 《今生今世》里 胡兰城说过 她说张爱玲对我啊 已有欺世 她不介意 我有别的女友 她也不吃素 她倒是愿意 世上的女子都喜欢我 这段话有三个解释 第一 胡编乱造 胡编乱造 自欺欺人 第二 女人的宽容理解 是一种策略 第三 张爱玲理性上 真的不介意 但是感性上 生理上 心无意识当中 极其反感 这个第三个 就是小团圆里写的 整个小说跟事实啊 张爱玲做了几个 重要的改变 一个改变就是 我们说了 在《今生今世》里边 这个男的觉得 一棵树 几朵花 这个很正常 所以他毫无羞愧之感 可是到了小说里边 张爱玲把里边的 男主人公写成一个 非常痛苦 在爱情当中很犹豫 一个人能不能爱两个女的啊 等等 非常挣扎的这么一个男人 换句话说 提高了他的精神境界 第二 在《湖南城的自传》里边 这是一个吃软饭的高手 从来他花女人钱 从来不帮女人花钱 可是在张爱玲的小说里边 大家都记得 他拿了一箱钱给女主人公 张爱玲 原意 是要跟这个已经分开的男人 清算一段感情的旧账 可是说到底 张爱玲是文学家 当他一写小说的时候 他要为了这个文学形象 要改变他自己个人的记忆 改变他 至少他要摆脱 是一个个人恩怨的清算 虽然现实当中 张爱玲的晚期是非常讨厌 已经分手的湖南城 但是在小说里 是高于实际上的湖南城形象 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男人的形象 为什么呢 因为张爱玲自己说过 文学归根结底 最可靠的还是你自己心里的东西 写你自己直接相信的 最实在的东西 这个是文学最重要的生命力 欢迎张爱玲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一讲 我们会讲另外一个 他不仅是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人物 而且也是现代政治史上 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 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就是矛盾 下一讲的题目是 矛盾在1927年